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五十岁的女人最迷人 过来人告诉你四个原因 一起来听 女人到达五十岁 将会步入人生当中最迷人的阶段 五十岁的女人最迷人 不是先天行程的 而是后来培养 用半生的时间去构造 为了助你知晓 为什么五十岁的女人最迷人 以下过来人告诉你四个原因 还望你能同篇阅读 想必你将心领神会 一 五十岁的女人 已经看破红尘 绝对不会为情所困 生活会越发坦荡 女人到达五十岁 将会知天命 女人会越来越从容 五十岁的女人风郁犹存 除此以外 五十岁的女人举手投足 没有最优雅 只有更优雅 五十岁的女人 无论待人还是街舞 都会体现出雍容华贵 岁月的沉淀 不仅有气质 而且有气场 女人年岁越大 越有女人味 五十岁的女人的味道 没有最浓郁 只有更荣郁 堪比穷江越业 酒香不怕巷子深 二 五十岁的女人 更加知道什么重要 以及什么次要 无论做人还是办事 都会更有分寸 以及更有尺度 女人到达五十岁 将会越活越明白 知道什么是重要 以及什么次要 五十岁的女人 对待物质生活 会看清以及看淡 虽然物质生活不可或缺 但是相对物质生活 五十岁的女人 拥有她爱的人 以及爱她的人 更加重要 五十岁的女人 会更加侧重于健康 以及更加珍惜时间 五十岁的女人 会接近全力 增加时间的厚度 当生活方方面面 越发充实 尽己所能 减少遗憾 或者减少后悔 五十岁的女人 会将生活精益求精 越发有意义 以及越发有价值 三 五十岁的女人 拥有充足的时间 五十岁的女人 会放慢生活的节奏 五十岁的女人 开始享受生活 曾经为工作 以及事业拼搏过 到达五十岁的年纪 形同人生的初秋 虽然尚未硕果累累 但是早已彰显出 风书的喜悦 五十岁的女人 从内到外 以及游表集里 会透露出 秋季特有的温柔 相对春季 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是人生的第二春 胜死人生的第二春 四 五十岁的女人 会见多时光 人生就是如此 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女人到达五十岁 即便没有读过万卷书 也早已行了万里路 五十岁的女人 不是书 而是活字典 几乎是无所不在 以及无所不想 用上至天文 下至地理来形容 丝毫不会夸张 五十岁的女人 外在美 会逐步演变成内在美 前些天 阿豪给大家分享了 五十岁的杨岚 一个女人最好的活法 接下来 也想给大家分享 一篇散文 我已五十了 送给所有来到这里的 有缘人 我已五十了 去一百岁不远了 贪之间 我也会死去 我不奢望向老天 借五百年 他不给 我也享受不起 我只想静静地 把这后五十年活好 不强求自己 多有钱 多有权 多有名 多风光体面 只希望自己 活得顺心 饿不着 渴不着 有双健康的父母 有对听话的子女 有群不攀比的 亲戚朋友 然后 有个疼我的爱人 和一个 能说上心里话的知音 我就满足了 我已五十岁了 从太阳 冉冉升起 到太阳 凄美地落下 我已享受了 一万八千 两百五十三天半了 期间我哭过 苦过 难过 烦过 绝望过 痛苦过 失落过 心酸过 也委屈过 我恨过 骂过 怨过 想过 一死百了过 但我 还是走了过来 我不后悔 一路走来的艰辛 因为 有一缕 暖暖的阳光 有一天 灿烂的云朵 有一口 新鲜的空气 有一株 青绿的小草 我也觉得 自己很幸运了 至少我还活着 还有活到 一百岁的信心 和希望 我已五十了 从生下时的 一无所有 到我拥有了 一万八千多个 日日夜夜了 我很满足了 多少次 花开花落 生离死别 我欣赏过 花的美丽 春的温馨 秋的收获 冬的苍凉 我明白 花儿去了 春还会再来 我更明白 花 有在开始 人无 在少年 人生过半 几多感慨 几多苍凉 但我还是 有很多 花开的春天 我已五十了 看淡了 人世间的美丑 邪恶 和善良 我再也不像 年轻时 憎恨谁 仇视谁 看不起谁了 不是该恨的人 不该恨了 不是该记得 仇 忘了 更不是自己 变得卑微了 没资格去看不起 别人了 而是 我已明白了 看透了 想看开了 这个世界 就没有 谁对 谁错 你恨的人 他不一定是坏人 彼此 为了彼此利益 肯定就会伤到人 招来仇恨 我们恨的 我们记仇的人 相对我们来 是仇恶的 卑鄙的 让人看不起的 但对他 以及受他恩师的人来说 他是伟大的 更是善良的 我已五十了 成功也罢 失败也罢 终究 我的人生 和许多成功者的人生 以及失败者的人生 一样 已爬到了山顶 山高山低 也到了 一览中山小的年龄了 欣赏完风光后 也该到了 下山的日子了 我已五十了 上山容易 下山难 年轻时 我们阳光地活着 五十了 我们也应该 阳光地生活 没有谁 一辈子都青春着 也没有谁 一辈子 不会老去 我已五十了 爱我的人 也都老了 我爱的人 也不年轻了 我不幻想 爱情山盟海事 只希望 我的爱人 能多 陪陪我走走 烦心了 说说话 病了端口饭 想不通了 给我一个 淡淡的微笑 我不强求 生活得有多雅致 只希望 自己和我爱的人 活得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我已五十了 老爹老妈 老了 疼不了 宠不了 爱不了我们了 我们应该学会 放下哪些年的任性 多心疼 多关爱一下他们了 他们一辈子 也不容易 孩子哭了 孩子笑了 一辈子 为儿为女 够苦了 我已五十了 孩子已大了 该放下的 就放下了 睁一眼 闭一眼 让他们去床 去磨练去吧 人终究要经过什么 风风雨雨 这个年龄啊 没什么 放下放不下的 春去了 夏天会来 天也塌不了 我已五十了 笑笑地过好 每一天 许多事 得知是我信 失知是我命 一切顺及自然 不交不忘 淡淡地来 淡淡地去 学着给自己 八颗牙的微笑 来一天 灿烂的云朵 给世界一个 最美的风景 我已五十了 笑笑地走来 笑笑地走下去 天依旧拦着 我们应该像花一样 把芬芳绽放给 最绚丽的人生 是吧 本集的分享 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 和分享 我是阿豪 每篇 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 每天都有新感悟 每天打开美丽 新篇章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